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y等于ax平方加bx加c形的一个极值 那么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将它进行配方法 然后来判断它的极值 利用配方法将下列二次函数 画成y等于x减h的平方加k的形式 并判断二次函数的极值 第一题,y等于x平方加4x加5 我们可以把它给进行配方法 我们来写写看 y等于x平方加4x加5 我们要将它进行配方法 我们来看x平方加4x 我们把它给放到夸壶里面 然后给它一个常数完成配方法 但是要记得扣掉我们所给的部分 然后再加上原本的常数5 空格的部分是多少 我们就从中间这一个4x来判断 4x我们将它写成2乘x乘2 所以代表后面这个要填入的就是2的平方 因为我们在和平方公式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间的4x代表是2ab 所以2乘a乘b 后面的b是2 所以说这里填入b平方2的平方 那么要扣掉的就是这个2的平方 要记得把它扣掉 所以说我们填2的平方4 所以说把它写出来 写完整之后写作x加2的平方 再加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出 当x等于-2的时候 会有最小值是1 为什么是最小值? 因为我们二次前面的系数是正的 所以说它会有最小值 那么也就是x等于-2的时候 会有最小值 那它的值是1 那这边的地方还是要把它给填上来 我们可以把它给完成配方之后的样子 x加2的平方 再加1 接下来第二题 y等于-x平方-2x 一样将它进行配方 我们先将二次前面的这个负号提走 那么一次前面的这个负号也一起提走 所以说等于-x平方加2x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常数 那记得后面一样要补回来 要扣掉这个常数 好那么我们来想一下 这边补的是多少 这个空格里面应该要填入的是1 这个应该很好判断 因为中间是2x 2乘x乘1 才会是中间向2ab的部分 所以说后面就是1的平方 那就是1 那后面要记得减掉 那么这里要减多少呢 我们看到这个1 记得我们要去掉夸号 才可以知道我们给它到底是多少 那么给它这个1 代表其实是这个负号 分配进来之后 它应该是负1 意思就是我们给它指其实是负1 那么就要记得扣掉负1 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了它的配方 写作负的x加1的平方 再加1 后面的部分负负得正 所以说是加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完成它的配方 先填答案 写作负的x加1的平方 然后再加1 接下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当x等于多少的时候 y有最什么值呢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二次函数 它配好之后 明显的当x等于负1的时候 会有极值产生 那么这个极值是最大值 为什么是最大值 因为它前面的值是负的 二次前面的值是负的 那么也就代表说 它开口是朝下的 会有最高点 也就是最大值产生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 在x等于负1的时候 会有最大值 那这个值就是后面的常数1 好接着我们来整理一下 这个地方的重点 如果一个二次函数 它可以写成 y等于a乘上x-h的跨幅平方 再加k的形式的时候 若a大于0 则当x等于h的时候 函数就会有最小值k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a大于0 抛物线的开口朝上 也就是会有最低点 那么也就代表的是 函数会有最小值 那这个最小值就会是k 那么如果a小于0呢 x等于h的时候 函数就会有最大值k 那么也就是说 a决定了这个二次函数 它会有最大值或最小值 如果a大于0 那么它就会有最小值 如果a小于0 那么这个二次函数 它就会有最大值 那么我们有最大值钱的